记者曾德荣台北报道,胡瑞儿日前被控涉嫌检视性侵,不过当天也在场的胡瑞儿有人向周刊爆料,认为说性侵有点过头,两人只有抠抠摸摸加喇舌,但女生太醉一直吐,惊虫冲脑的胡瑞儿最后自行在旁靠枪后离去,但稍早前案情又被爆出新内幕。 原本胡瑞儿有人向周刊王还原现场状况,只称胡瑞儿和提告女子虽然有爱抚与喇舌,但女生狂吐让她嫌脏,最后只在旁边自行打完手枪离去,强调说性侵有点过头,不过稍早前据《苹果日报》报道,胡瑞儿和对方在楼梯间确实发生性行为,而且体位还是女伤男下,因为人来人往才转移阵地。 此时女子开始醉吐,胡瑞儿就坐在旁边自行尝枪后离场。 对此,媒体向胡瑞儿经纪人求证,但电话未接,讯息已读不回,并未取得回应。 老公胡瑞儿,又爆出简师风波,老婆蛇姬林采提一路相挺。 翻射IG 了 by 赵